中国境外经贸园区怎样实现绿色生产和绿色发展 绿色生产和智能制造如何成为工程机械装备行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大家好欢迎收看这期的龙行天下 工业园区通常是工业生产活动最为集中的地区 过去中国为了充分利用剩余劳动力 同时让外来的投资者能够在生产设施比较好的区内进行投资 用工业园区带动了许多原本并不发达的地区的发展 但在这个过程当中由于忽视了环境保护问题 加上发展中国家的公共政策相对比较滞后 给环境的确是造成了不少问题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境外经贸园区开始承担起带动东道国工业化的角色 而这些园区如何最大限度的提高资源利用效率 从工业生产的源头将污染物的生产降至最低 成为中国企业海外绿色经营与发展的关键所在 而工程机械装备行业作为所有工业生产的基础 又如何通过绿色和智能制造来帮助实现工业生产的绿色化发展呢 这一集让我们来关注如何解决发展与保护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 在过去十年里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经历了高速发展 根据世界投资报告2018显示 2017年中国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外资流入国和第三大对外投资国 对外投资总额从2008年的559.1亿美元 增长到2018年的1298.3亿美元 然而随着中国海外投资的持续平稳发展 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也不断涌现 缅甸莱比唐同框 一个总投资达到10亿美元的中缅合作项目 自2012年3月奠基以来 除了搬迁补偿 收益分配等问题之外 项目是否损害自然环境 也备受当地人的关注 2018年4月11日 因为担心一家中级合资的金矿加工厂 可能影响当地生态环境 吉尔吉斯斯坦南部 加拉拉巴德州 约1000名居民 曾聚集在工厂门外 示威游行 最终导致暴力冲突 中国投资可能对环境 带来的负面影响 引发了项目所在过民众 和政府的不安 甚至批评 在境外投资结构中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 具有一定的资源导向性 不少项目分布在生态环境 敏感地区 如何实现项目的绿色发展 成为企业在海外投资过程中 最具现实意义的课题 中国在海外的经贸园区 被许多发展的国家 是为中国发展经验和模式尝试 在海外落地 据商务部网站公开数据 中国在一带一路 沿险国家再建的82家合作区 累计投资300多亿美元 入区企业4098家 中国的境外经贸园区 已经成为对外开放的重要载体 和企业走出去的重要平台 赛斯拉中华开发区 总共注册资本金是1.28亿美元 其中有9800万美元是云南建投投资的 然后持股75% 那么老沃首都万象市政府来投资了3000万美元 持股25% 承接了中国投资的不少东道国 一方面非常认可 中国通过园区模式在当地的投资 帮助企业和周边社区发展 但另一方面也担忧 园区内的企业能否实现绿色发展 中国这些企业包括独立出去投资 或者通过园区投资 因为特别是去其他国家的话 就是社会文化背景不一样 然后经营的营商环境 也发生很大的不同 我们开始就往往会用 我们在国内的一些认识 来去制导我们在国外的行为 包括像我们对一些法规方面 像环境影响评价方面的 一些制度的征守等等 1999年 老挝第一部环境保护法发布 该法规定了自然资源管理 环境保护 以及实现经济社会 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和方法 这个由老挝政府设立开发 中国企业建设的工业园区 在做产业定位时 也做出了细致的规划 2012年 老挝修订环境保护法 新条例规定把保护环境 列为外国投资者的强制性衣物 同时也补充了污染管理 环境证书和环境许可 等方面的新内容 他们是不引导 就是你去建那种重污染的 这个行业 所以我们在筛选企业的过程当中 如果它是重度污染 就是会产生重度污染废物 这些的行业 我们是都不会让它入园的 企业它是运行 运行这个园区 也包括去招商的最重要的主体 在这种情况下面的话 应该来讲 在这么大的这种环境下面 它会受到国际的这些规范 运行的规范更大的影响 有些园区发展比较好 有些园区发展的就比较差一点 这很大程度上就是它怎么去适应 怎么去学习 怎么去尽快融入到国际的环境下面 绿色工业园概念就是说 第一 它的生产手段应该是绿色的 这些企业都是绿色的 基本上对环境是友好的 这就可以叫绿色产业 它本身不产生对环境的副作用 另外一种就是在这园区内 专门生产绿色技术的 我在这园区开发的都是治理环境的 对环境友好的工艺和设备和技术 我还是绿色工业就这么两个 我认为是这么两种定义 绿色产业园区是指企业绿色制造 园区智慧管理 环境一业一居的产业寄居区 它综合反映能效提升 污染减排 产业链偶合等绿色管理要求 使绿色发展理念在产业领域的直接展现 2016年7月工信部发布的 2016到2020年工业绿色发展规划 提出以企业继续化发展 产业生态链接服务平台建设为重点 推进绿色工业园区的建设 园区管理上面它有些基本的要求 它必须有管理的实体 有专门的推进绿色化的 专门的机制的安排 包括信息披露等等 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所谓的 我们讲环境这个方面的绩效 环境方面的绩效的话 有资源环境利用的这种效率 第三个是区域事业发展 包括它对区域里面的就业的 这样的一些贡献 它也对区域里面的男女平等 等等这个就是社会事业的发展 这个方面的一些贡献 第四个呢 当然也很重要 就是对经济方面的一些贡献 它就是对整个区域中间的 它这个能不能够取得企业之间合作 包括在环保方面合作 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 世界银行的新报告 加强中国生态工艺园区的监管框架 中外绿色标准比较分析指出 中国在构建工艺园区 绿色监管框架方面 取得了很大的进展 但报告也强调 只有不到5%的工艺园区 获得了绿色认证 报告认为 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监管工作 使中国标准能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德国国际合作机构 和世界银行集团制定的 国际生态工业园区框架接轨 国际上来讲的话 是从最近这几年开始 就加大了力度 在推动向第三世界发展而发展的国家 它工业化进程中间 利用生态工业园区 作为一个很好的一个抓手 来取得经济和环境双赢的 这么一个目标的时候 它是集聚了 就是说世界上国际组织的 将在这个方面的一些力量 制定了这样 杂志尔的王子 都可以双赖了 最后还会双赖了 最后再次找到 最后的双赖了 最后的双赖了 最后一双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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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年4月25日 商务部冒严院发布的 中国一带一路境外经贸园区 助力可持续发展报告强调 大多数的中国境外经贸合作区 非常重视园区的环境可持续性 积极解决环境问题 不仅可以保护环境 为当地社区和经济整体发展 降低外部环境成本 还为合作区的开发商 经营者 公司和劳动者 创造实实在在的利益 这里是埃及苏伊士经贸合作区 距离首都开罗120多公里 始建于2008年 由中国企业主导建设 起步区的1.34平方公里 现已全部开发完成 实现七通一平 目前泰达一期 两平方公里项目内的主干道 全部安装了风能加太阳能的路灯 成为埃及第一座大规模 使用绿色能源路灯的园区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资源分院发布的 《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绿色化指标体系 及评价方法征求意见稿》中 提出了产业园区基础设施绿色化的 评价方法 评价指标和数据采集 与计算方法等内容 其中与园区的交通建设 能源建设 环保设施 绿色建筑 园区绿化 照明设施 信息平台建设 等基础设施为指标 以评估园区的绿色化指数 园区的开发 尤其绿地的开发 很可能对生物多样性 产生负面影响 因此 园区选址 需要考虑避免 在可能对生态系统带来损失 特别是在湿地 等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地区 在以石油开采 冶炼为主的石化生产区 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恢复 尤为重要 我们在摩里茨达 这是一名的油育股 纳利业协设施 所属于曼斯尔罗巴 在这种地区 有超过600瓦 在这种地区 还有超过1,000瓦 在整个公司 这些瓦 产生了 29,000瓦油 和60,000瓦水 十多年前 中国企业来到哥伦比亚 从一家美国公司手中 买下了这个 位于哥伦比亚 马格达拉纳盆地的油田 哥伦比亚这个国家 它的社区关系 相对来说是比较复杂的 整个南美地区 应该是都比较复杂的 因为他们接触 欧美的西方的文化 渲染比较深 可能经济水平达不到的程度 但是他们的这种要求 已经达到了 尤其是对环保 尤其是社区 他们觉醒的是比较早的 他们要求是比较高的 中国的石油企业 使用环保设施 过滤工业用水 减少污染物排放 并通过回收再利用 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 这是一个巨区的资源 所以能够的影响 能够更高的 但是这里在这社区 我们用所有的测试 中国企业这些措施的效果 也逐渐通过项目周边环境的改变显示出来 有些人来捕捕 也有很多草莓、蚊、蚊 这些地方是自然的地区 国家战略的高度 工业设计智能化 以适应生产、社会和自然环境的多重需要 已成为许多制造企业未来发展的方向 2019年5月中 在湖南长沙 一场关于中国工程机械装备行业的盛会正在进行 行业领军者在这里讨论着 怎样将绿色可持续理念 融入到自身发展的过程中 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开幕 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览会的主题是 智能化新一代工程机械 来自全球1150家工程机械企业 数万名企业代表及15万人次的专业观众 在展新的国际会展中心参加了这次展会 张安作为展会表演的负责人 正在做上场前的最后准备 下午两点表演开始 神钢 九宝田 龙工 夏工 雷沃等世界工程机械 50强参展企业的工程机械设备纷纷登场 我们一共带了20辆机器过来了 每个品牌也都有 然后搞这次活动的话 是因为我们是城市这个行业的 我们也想多交朋友 然后布这个展的话 其实我们准备的也时间不长 就五天时间吧 算上今天六天 然后这一块的话 因为我们这些司机基本上都是老司机嘛 要做一点继续上新的登座啊 得益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对装备制造业的巨大市场需求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 中国的工程装备制造业 不仅构建了产品门类齐全的产业体系 也培养了大量的行业人才 基础实施建设和城市建设 拉动了中国工程基础需求的 有了这个需求以后 到12年我做了个统计 当时呢 就是我们的产量到了4千多 大概现在的产量到6千多亿 因此呢 它在这个机械工业当中 机械工业它有很多 第一是汽车 它的产值最高 继续通用机械 我们的工程机械就排在第三了 这个是一带一路的第三人 就是中东啊 非洲啊 或者南美这些国家的援助 我们还是基础实施建设 是中国的强项 所以不管高铁的建设也好 铁路建设也好 不管是码头的建设也好 需要大量的这样装备 所以还会有促进 这个工程机械的基础发展 这是存在的 当这些工程装备企业走向海外 面对不同的生存经营环境时 满足当地绿色发展的需求 已经成为工程装备制造企业的必修科 这些工程机械的建设也好 张彪是这次长沙国际工程机械展组委会的工作人员 主要负责招商工作 我们这次长沙展的特点是打造船产业链的展览 那么供应链这块是供应链的配套 首先它是展览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把我们现在行业内的企业的最新的最好的产品技术展示给采购商 展示给用户 展示给我们产业链上的这些企业 大家进行的一个展示和交流 还有就是一种合作 这是一个基本的一个目的 然后大家对自己的有优势和就是很有基础 或者是未来有前年的某一些方面 发配你的这种充足的就是专业化的这种深入的这种进行研发 在你的一个某一个领域突出你的优势 不断地深化 所以大概形成一个完整的 那么一个全生态和全产业链的这么一种格局 大概都受益了 希望世界上国内这些工程企业里面的龙头企业 还有的骨干企业到厂上来通过展示 我们可以通过向他们学习 借鉴来提升我们的水平 同时我们也展示我们的一些技术 一些产品 一些优势 复显的借鉴 其实也是共同促进 在过去的40年间 中国的工程机械行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978年 工程机械行业仅有企业380家 固定资产35亿元 工业总产值18.8亿元 从2005年开始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经过短暂的调整 进入高速发展时期 一大批工程机械企业朝着国际化 综合化 规模化的方向迈进 2009年 中国工程机械行业销售收入超越了美国 日本 位居世界第一 截至2017年 全行业年销售收入 5403亿元人民币 包括装载机 挖掘机 汽车起重机 压路机 插车 推土机 混凝土机械在内的 一大批工程机械产品产量 跃居世界首位 所以我看中国 我看中国 我看中国 这个是一个市场 which has overtaken 一些这些市场 发展 我说 我看我 我认为 什么是 那么 dynamic 在这个市场 是 它的长期视频 和它的 继续投资 在 infrastruktur 我看 《Belt and Rose》 是一个 非常棒的 在这种 他们想要 帮助 他们可以 帮助 这些其他市场 那些市场 他们想要 去 卖 自己的 品牌 和 那些市场 他们在发展 工程机械产业 在推动 先进制造业 与服务业 深度融合 以及 一带一路 建设方面 取得了 许多成就 但随着 环境 对制造业 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 能源紧缺 对制造业的 制约 日益家居 绿色 和智能制造 成为 机械制造业 产业结构 升级 和优化的 必有之路 从发展的 这种历程来说 像很多 德国也好 美国也好 它是 像凯斯 它都是 一百多年的历史 是吧 从基地来说 其实还是 也是有一些差距 不能这么说 我们还有 很多短板 这些短板 就是 也结构 钢 材料 所以 政治要是 变成一个强国 你这些都能 当然 一个市场是 国际化的 我们引进的 还是要引进 但是 我们也要有 自主 研发和 制造的能力 这样才保证 我们自己 工业的独立性 我们看到的是 国内企业 可能更多的是并购 没有看到 国内企业 在研发上的 可能投入 这个有可能 是现在 我们国内企业 现在面临的 一个挑战 所谓智能制造 就是我在制造过程 你把这些 反馈到我中央控制时 我中央控制时 它就是 有利用电脑 它就在那里 能够自行处理 然后发出指令 你自己修改 按照我原来预定的 这个才算智能 智能制造 是一种由智能机器 和人类专家 共同组成的人机 一体化智能系统 它在制造过程中 能进行智能活动 诸如分析 推理 判断 构思和决策等 能够提升传统制造水平 满足高技术发展要求 缓解环境和能源 对机械制造业的 平静制约 我可以 我智能化 制造 我出去的机制 可以不是智能的 也可以是智能的 机械 所以它有很多东西 混淆了 因此模型工程机器 完全用智能的 有一定的难度 已经朝这方向走 但也有 因为那个施工现场 很那个 都在露天 一下雨 泥巴 泥泥泥 好多传感机 都会受到一些影响 因此呢 现在在逐步实行智能机械 那么现在 水性保证 在生产过程当中 智能制造 但是所谓智能制造 和现在的智能的概念 有些夸大了 所以现在还支持 自动化制造 它是一种发展大事 如果是谁先训应了 这个智能化的 新一代的工程机械 应该谁就可以 保持这个营养水平 谁就可以 在市场的这种竞争中 能够占据一些地位 它这个不是 以哪个企业的意志 为展翼的 这是整个局势 这不仅在工程机械的产业上 在整个制造业的产业上 都是一样的 绿色制造 是在保证产品的功能 质量和成本的前提下 综合考虑 环境影响和资源效率的 现代制造模式 绿色制造 使产品在从设计 制造 使用 到报销的整个产品 生命周期中 不产生环境污染 或使环境污染最小化 符合环保要求 世界上的材料是有限的 能源也是有限的 你如何要充分发挥 你信用装备和材料的用处 这是技能减排 不过从各个渠道讲 都是一个从律师建造 都是应该值得倡导的 它可以既有很多材料 可以减少很多浪费 采用绿色制造技术 在提高产品质量和附加值的同时 努力降低资源的能耗 是未来制造业的发展方向 为此 制造型企业需要提高 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能力 和产业化水平 包括风电机组 太阳能发电 生物质发电 地热利用等关键技术 节能工业设备 和终端用能设备的开发 如果您有更多人想要出现 为什么会有更多人的 量用权 使用了κε着 像电梯 风 灯 风 此处 达 这些交易 能量 要购追尬 因为我们本身市场是很大的 本身市场很大 市场它是一种牵引 我们很多企业 它就想占领市场的话 它就必须要不断的提高 提高自己的市场占预力 它不是通过销售能够解决的 它应该是通过它自身的提升 自身的革命才能够实现这种目标 国家制造强国的发展战略 这也有相关要求 也就是要发展战略新兴产业 包括高端装备制造 生物医药 新材料 电子信息 包括节能环保 等等这些 就是我们战略性新兴产业 那么在制造强国 包括我们制造强省 这个建设过程中 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 肯定是我们一个重点 2019年4月25日至27日 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 在北京举行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布 各方签署了总额640多亿美元的项目合作协议 议会各国领导人也发布了联合公报 延续了上届论坛对多边合作达成的共识 并进一步强调 绿色发展和融资可持续性等原则 工业化进程 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 也产生了难以弥补的生态创伤 保护生态的绿色发展 昭示着未来 我们要维持地球生态整体平衡 让子孙后代 既能享有丰富的物质财富 又能遥望星空 看见青山 闻到花香 无论是中国海内外的工业园区和经济园区 还是资源 基建和制造类的企业 任何新兴产业的发展 都离不开工程机械制造业的进步 这也向机械制造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想实现中国工业的绿色发展 不能单单只靠这些企业的努力从制造的源头出发 让整个社会都逐渐意识到工业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需要从设计环节开始就思考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而另一方面也需要积极开拓创新思维 在高速发展的竞争中 为中国工业绿色可持续发展 带来意想不到的机会 感谢您收看这期的龙行天下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再会 产业基金怎样成为中国向一带一路沿线 输出高新技术的后盾 让技术和资金在我们这个孵化平台上 直接的面对面的碰撞 白俄罗斯如何打造高科技工业园 这会将会试图结成为 Qatar 员各 Москва 东方式 由 former 我认为 Satasa 的街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